歡迎大家收看Andy哥一分鐘無障礙 不知道大家平時走過馬路時有沒有留意過這個燈箱呢 咦?你不是是富爸爸? 你這樣也認識我?我出名成這樣? 你在這裡幹什麼? 我趕著走馬路回去跟女兒拍片 這個燈箱不是我來給你按的 不是減我們幹什麼的? 不少過馬路的地方都有這種黃色的盒子 行人只要輕輕點一點就會著了請等候字樣的燈箱 然後過路系統就會盡快轉做綠燈給行人過馬路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這種黃色的盒子 其實是給視像人士使用的輔助設施 視像人士只要將手放在盒子的底部 就會感受到下面有個按鈕震動 不同的頻率表示不同的燈號 視像人士就可以分辨到現在是什麼燈 而且這個按鈕還有個箭咀指示行人過馬路的位置 你可能會想其實交通燈本身都懂得發聲 視像人士不是聽聲就可以感覺到嗎? 但是如果那位視像人士同時也是一位聽像人士 所以他就要靠這個黃色的盒子 去知道現在是什麼燈號 所以下次記住 看到這個黃色的盒子 就不要不停按它 還有不要黏香口膠在底部 我們下集見 拜拜 喜歡這條片記得給個讚我們 分享給更加多人知道 還有不少得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小鈴鐺 這樣就可以確保收到商業學院的最新影片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